当时的她,是最好的她,可是很多年以后的我,才是最好的我,最好的我们之间隔了一整个青春,怎么奔跑也跨不过的青春。 听众朋友们,欢迎您收听小说《最好的我们》,作者八月长安,演播皮皮虾。 第四章,喂,所以我们坐同桌吧。 我笑了,她如释重负地趴在桌子上,好像刚参加完一场重大的考试。 你满脑子里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呀,她皱着眉头,半张脸贴在桌面上,转头看我。 没有啊,我辩解,我就是突然很想知道我们大家几十年以后的样子。 她不再用鄙视的目光镇压我,眼神飘向窗外,好像也开始认真思考起来。 可能会像我们的父母吧,我继续说,毕竟是遗传嘛。 于怀摇摇头,那样多没劲儿。 什么? 我是说,人就这么一辈子的时间,你前半辈子观看你父母的生活,后半辈子还要再模仿复制一遍,你亏不亏呀? 我默然,话是这么说,可是谁能担保我们不重蹈覆辙? 也许父母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无聊,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有理想和憧憬,无论是对生活还是对爱情,就像此刻的我们。 可是最终,他们也和我们一样,高估了自己的创造力和运气,就像我爸我妈曾经那样反叛而浪漫的婚姻,荣辱与共,死而非命。 不过,于怀转过头来看我,笑眯眯的,你这女生挺好玩的,真的,挺有意思的,她说我好玩,有意思。 很多很多年后,我对着各大公司网站申请系统的opening questions发呆,这些变态的国企,外企,总是要求我们用一百字左右来形容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,我总是语色。 我有时候开朗,有时候木讷,有时候认真,有时候懒散,有时候热情,有时候冷淡,性格中找不到一丝压倒性的鲜明特点。 每当那个时候,我就会想起,有一天下午,热气腾腾的教室,最后一排的角落,有个第一次见面的大男孩趴在桌子上,用懒洋洋的语气,嗡声嗡气地说,耿耿,你真挺好玩的。 张平敲敲敲桌子,咳嗽两声,开始讲话。 她说,欢迎大家来到镇华,大家对这所学校有什么问题的话,尽量不要来问我,因为我也是新来的。 我们笑,她也露出腼腆的笑容,好像成功讲出一个开场笑话,如释重负。 张平的头发是偏分,而且分得很明显,略长的半边刘海,让她看起来有点像农村版谢霆锋。 她的眼睛和于怀一样小,我有时候很难找到她目光的焦点,在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教育背景之后,她开始让大家记录开学时间,第一天上学需要上交的材料费,学费,班费,新生军训的安排,大家拿出笔,刷刷刷得紧。 我用余光无意中捕捉到于怀写字的样子,不知道是不是尖字声的独特魅力,哪怕是一个站在墙角其貌不扬的眼睛男,勾罗背,两眼无神,只要一坐到桌子前开始写字,算数,那种姿态就散发着一种专注的霸气。 何况是于怀这种高高大大的清爽男孩,他略略低头,整个人被阳光和阴影一分为二。 眼镜低垂,没有驼背,握笔姿势正确,下笔如飞,字迹清俊,这样的姿态,偏偏不知道哪儿也有点漫不经心的懒散劲。 我轻轻地把相机打开,将照相声音调为静音,刚鬼鬼祟祟地举到一半,他就皱着眉头转头看我,你怎么跟狗仔对似的。 能不能别这么自恋,你以为你多好看呀,我嘴硬,我怎么不好看。 我不好看,你干嘛拍我呀? 前面的女生诡异地回头看了我们一眼,眼睛片反光,明晃晃的,我俩赶紧闭嘴。 他转回头继续写字,我很小声地学着刚才于怀的语气。 我怎么不好看,啊呸,你真好意思。 他不理我,继续认真记录着缴费清单,保持着原来的姿态,行云流水。 我被晾在半路,有点尴尬。 过了不到半分钟,他突然打好,你愣着干嘛呢? 我给你机会了,肩膀都算了,你到底拍不拍呀? 这回,大半个班级都回过头来看我们。 张萍看到了,嘿嘿一笑,呦,相机都带来了,也别光拍一个人,给老师也照一张。 全班开始大笑,起哄。 我脸红了,但也大大方方地站起来给张萍照了一张。 他摆着V字首饰笑出一口白牙,活托儿就是个欢乐的农村青年。 然后,在张萍的号召下,全班同学扭过头朝着我的方向微笑。 当然,也有很多木讷腼腆的同学丝毫没笑,目光苦大愁深。 我们有了第一张合影。 班级的气氛瞬间轻松了很多, 他中断了冗长的各项通知, 突然倚靠在讲台上, 开始跟我们语重心长地谈起自己的高中生活。 我们津津有味地听着。 没了,他长叹一口气说, 你们长大就知道了,高中时候交到的朋友, 最贴心,最难得,最真诚,最长久。 等到了大学,人都变复杂了, 很难再有真心相待的同学。 哪像现在,你们是最好的年纪,最好的时光。 同样的话,初中老师也说过, 初中交到的同学最贴心,最真诚, 因为高中的时候人都变复杂了。 虽然各知一词,但共同点在于, 人越长大,越复杂,交朋友的难度和成本都在急速上升, 只是当张平慢慢地说出最好的时光这几个字的时候, 我的心里突然变得很柔软。 我转头对于怀说, 喂,赶尽把最好的时光几个字写下来。 为什么? 他又拧上了眉头。 不为什么? 你写字好看, 分到新的一页, 空白的纸, 写上最好的时光, 要大字。 他疑惑不解, 但还是照做了, 依旧是那么好看的姿势。 当他即将完成光字最后一笔, 那张扬的转折时, 我摁下了快门。 画面上的男孩挺拔, 分合, 在光可影的纠缠中认真专注地写字, 笔下是白纸黑字, 最好的时光。 每一笔都自似舒展, 美好的让人不敢直视。 他凑过来要看效果, 不知道为什么, 我有点心慌, 没有给他看。 没电了, 我苦着脸说, 开学的时候我再给你看吧。 他拉长了脸, 去。 我安慰他, 不过很好看, 他有点小得意, 但极力掩饰着, 哪里好看? 姿势。 姿势? 对, 我不知怎么给他形容, 就是手离笔尖一寸远, 胸离桌边一拳远, 眼离书本一尺远, 他扭过头, 没再搭理我。 张萍终于结束了他的一往昔, 重新回到开学注意事项上去了, 还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, 就是分座位, 当然, 我们还是按照小学生的方法, 大小个排序, 公平起见嘛。 当然, 如果哪位同学势力不好, 需要坐到前边来, 可以单独跟我说, 我酌情考虑。 他顿了顿, 忽然想起什么似的。 当然, 如果有哪位同学不想坐前排, 就喜欢坐后边的, 也可以提出来, 我乐意给你安排。 还有, 互相熟悉的同学想要坐同桌, 我也没有意见, 但是个子矮的那一个, 要跟着个子高的那一个, 一同坐在后面, 这是为了公平。 总之, 大家自己权衡, 我向来推崇公平民主。 于怀刚才不知道在胡思乱想什么, 没有听到张平前面说的话, 此时才转过头来傻呆呆地问我, 你听懂了吗? 他刚才嘀嘀咕咕在说什么? 我怂怂见, 就是说, 就是说你想坐哪儿就坐哪儿, 只要跟他申请, 他酌情考虑, 如果他不同意, 你就还是跟大家一起, 按照大小个儿排序, 我觉得我比张平简简明了多了。 于怀听了, 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, 我问, 对了, 有初中的同学跟你同一个班吗? 他摇头, 这么惨, 你哪个初中的呀? 师大富中。 我炸舌, 那可是咱们是最好的初中, 听说今年有将近一百名考上振华统招的, 更别提自费和分校了, 怎么会没有你们初中同学, 按照概率也不应该呀。 他挑眉, 哟, 你还懂概率, 我翻白眼。 他笑了, 我初中的同班同学没有跟我一起分在咱们五班的, 那其他班级呢? 有你其他的福中校友分在五班的吗? 他耸肩, 那么多人, 哪那么大闲心挨个认识呀? 累不累呀?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无法沟通, 好不容易有那么多人跟你一起考上高中, 这是多少年修来的缘分, 你都不珍惜, 你又不像我, 小地方考进来, 连个熟人都罕见, 你是哪个学校的? 十三中, 我已经做好准备, 看着他带着疑惑的表情说, 没听说过了, 然而他大喜过棒的说, 哎呀, 你和我小姑姑是校友啊, 我也很诧异, 起哄时的叫起来, 龙姑娘也是十三中的, 他撇了我一眼, 转过头, 又别扭上了。 这时候张平哈哈一笑, 又开始跑题, 其实我今天也特别高兴, 刚才主任说了, 咱们班配备的数学老师, 叫张峰, 他激动地将张峰两个大字写在黑板上, 于是全班素人, 反正我是想不明白, 这有什么可高兴的, 张平的目光已经飘远了, 张峰啊, 是我的小学同学, 我俩是一个大院长大的, 小学就是同桌, 初中也是同桌, 高中我们一级考进了我们县一中, 还是同桌, 上了省师范, 我俩不同系, 没法住一个宿舍, 可是我俩的女朋友是同一个宿舍, 后来没想到一起应聘上了振华, 一起带高一, 还交同一个班, 于怀栽倒在桌子上, 耿耿, 你发现没, 还有更巧的, 什么, 他俩一个叫张平, 平原的平, 一个叫张峰, 山峰的峰, 我咧咧嘴, 靠, 这是什么孽缘呀, 所以说呀, 同学们, 你身边的人, 就是你一生最最珍惜的财富, 话音未落, 我和于怀就不约而通的彼此看了一眼, 然后一起丧气地趴在了桌子上, 什么财富, 是负债吧, 就在我还装模作样地摆出一副, 一穷二白的苦相时, 于怀突然爬起来, 很认真地说, 喂, 咱俩坐同桌吧, 我心一颤, 不知道为什么, 也许因为他大大咧咧的笑容就在阳光里, 小虎牙白得耀眼, 吃错药了吧你, 我们又不熟, 为什么, 然而我说, 好。 听众朋友们, 本集播讲完毕, 感谢您的收听。